搜救隊員員呢 在山上接觸到了登山受傷的 這對熟職二人 提供他們熱水食物 還有衣物呢 讓他們先補充體力 並且緩緩的安全 將他們兩人帶下山 我隻手都是麻的 人都沒辦法換藥 相對說可能傷到神經了 那麼搜救隊員呢 從晚上七點多接過通報 整莊出發到山上救人 一直到離開山區之後呢 已經是凌晨三點 經過了八個小時的來回 辛苦救人 但沒想到事後居然被抱怨說 你們的搜救好慢喔 讓他們聽了真的是大傻眼 原來這一對熟職呢 兩個人來到南投仁愛鄉的 和歡西風登山 在過程中的二十二歲的 子子不慎摔倒受傷 由於腰椎受傷 行動不太方便 立刻打電話報警求救 而這消防隊呢 仁愛消防分隊 立刻上山 接觸到了這對熟職 沒想到他們兩個又改口說 好像還可以走耶 所以他們不需要救援了 他們決定繼續走 讓這個消防隊員 也只好摸摸鼻子離開 沒想到隔眉多久 他們又報案了 他也不知道他所處的環境是在哪裡 要等多久 他那時候就是乾淨受怕的 所以你們認為真的 都可以有同理心 這個過程中呢 還有出動直升機 試圖用吊掛的方式把他們救出來 不過因為天氣問題 所以都沒辦法成功 而這個搜救隊員晚上接過通報 趕快連夜登山去把人救下來 但沒想到居然還被抱怨說 你們真的好慢喔 而這搜救隊員說 這樣子的抱怨 他們真的聽很多了 聽聽就好啦 人平安救出來最重要